跟我一起探索未来儿童知识库 1加1大于2 数位加纸本全阅读 未来儿童未来少年知识库的登录方法非常简单 可以在首页的右上方 就可以看到知识库的登录位置咯 让我们一起点击一下登录的图示吧 哇 我们已经顺利的来到知识库 接着只要输入您的会员账号还有会员密码 下一步选择未来少年或者是未来儿童的知识库 最后再点选登录键就可以成功登录啦 在知识库里面你可以点选所有起数 就可以看到从2014年到2020年所有的杂志内容 操作方式可参考现在的画面所示 进入知识库之后 只要点选就可以立即观看啦 你可以使用全本浏览的模式来进行浏览 哦 对了 对于你喜欢的篇章 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自行备注内容哦 接着我们就可以把这闷杂志看完了 也可以依照分类好的各式主题来选择你想要看的内容哦 哇 我们看到有好多不同的类别 就像一本百科全书让小朋友可以进行点选查找 例如点选社会的主题就会出现跟社会相关的文章 假设点选科学就会出现好多科学的知识 另外透过关键字的全文检索功能 你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看的杂志的内容还有资料 好 现在我们就试着搜寻海洋两个字 就出现了好多跟海洋有关的搜寻结果 上下浏览的一下可以发现涵盖范围非常的广 包含生态还有环保等多元的延伸内容 找到有兴趣的文章点选一下 就可以开始翻页阅读咯 另外如果你想要观看浏览记录 曾经收纳的文章 甚至是订杂志 逛书城 都可以在这个会员服务里面找到 除了线上浏览还有查找的功能 还有受到读者喜爱的音档服务 同样也可以在知识库里面一键点击收听 历年来所有的音档内容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可以直接下载 超方便 还有24小时开放收看的蔚来小学堂 只要点选影片或者是标签就可以立即观看啦 蔚来小学堂的影片内容都与每个月蔚来少年蔚来儿童的主题相符 很适合小朋友以杂志搭配影音同步学习 还有英文知识和有趣的猜谜语 值得一家大嫂一看再看 最后提醒 别忘了要先加入未来儿童 还有未来少年的订户全新升级版 才享有此服务哦 如果你是未来儿童的升级订户 就只能使用未来儿童的知识库 如果你是未来少年的升级订户 就也只能使用未来少年的知识库权限 如果你是同时订阅两看者 就可以选择其中一个账户 可以自由切换使用两种知识库哦 简单查快速找 随时看马上听 就是要未来儿童知识库